那這時候他會很著急 因為他覺得你聽不懂 但是他也不知道自己現在講出來的東西是什麼人 就是他可能他沒有意識到自己講出來的東西 已經沒辦法理解了 但是他又很著急的想讓你知道 那這個過程 那你可能你講的東西他也沒辦法理解了 那這個過程雙方都會很著急 很多的狀況就是濕熱患者 他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已經有問題了 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狀況 以及就是不如常人一般 那所以這個時候你要有辦法去告訴濕熱患者 就是請他冷靜下來 那慢慢的把他想要表達的意思再重新組織一次 那這是一樣需要點耐心的 因為再來就是很多有濕熱患者家屬的一些人最怕的一件事就是 家裡的老人家迷路了 有沒有很可怕 突然我們家裡好好的什麼事都沒做很可能 然後突然奶奶門一開人就不見了 找了兩三個小時找不到那他也走不回來 那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所以到中晚期的濕症患者會需要幾乎是24小時的去照顧他 那加上睡眠障礙 失去防禦感還好 睡眠障礙也還好 這兩個加在一起會非常非常的恐怖 因為你家的長輩可能會在半夜兩三點走出去你不知道 那我們家自己就有發生過這樣的情況就是 原是我的奶奶在 其實詳細是幾點我不知道 但是那天最晚睡的有2點睡 最早起來有5點起來 但是這中間我們奶奶就不見了 他就突然人就不見了 然後也不知道走到哪裡去 那等我們大家全家的人很緊張跑去找到人的時候 奶奶在一個就是 我們早上5點多的時候在公園找到他 他在那邊做運動 那他覺得沒什麼 就是他的那個時間觀念 跟睡眠的那些功能都已經失調了 那他可能也沒辦法去理解說 我現在這樣子的行為是不是正常的 那到後來我們沒有辦法的時候 因為我們家的決定是我們不想送養護機構 那所以到時候沒辦法的時候 我們就是全家 我們家是大家庭 我們家有16個人 我們就每天一個人去陪我奶奶睡覺 每天一個人一定要睡在他房間門口 或者是進去陪他睡 那就是保護他 你不能睡 你不能睡著 因為奶奶睡的時候可能會 就是他其他 他的腦功能都會推化很多 但是他腳還是跑得很快 所以你要有一個人去那邊拉住他 不要讓他跑走 對 這是一個經驗 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但是 還是要做 因為那是我奶奶對不對 那再來躁鬱 就是 像 有一些 躁鬱可能就包括了 比如說 被害妄想 被害妄想症 或者是 開始出現幻聽幻覺 那這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像 也是一個經驗就是 我奶奶那時候晚上會一直跑出去 還有一個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會一直覺得 我們過世的新人回來了 他有時候甚至會忘記這個新人已經過世了 那 又會夢到一些可能 以前發生的事 那他會 覺得是現實 那 他的情緒就會上來 那你很難安撫他 因為 在他的眼中 就是 他的親人站在外面 然後全身就是穿得破破爛爛的 那如果是你看到這個點像 你會很緊張 想馬上過去 但是 他還 他沒有辦法意識到那個已經 那個不是現實 那這也是很難處理的狀況 那 如果這個狀況 再加上行為失控 哇 那就不得了 就是 就跟我剛剛講一樣 我奶奶雖然腦部退化 但是他身體很硬 要拉住他很困難 所以這也是一些 其中一件狀況 那 再加上飲食問題 飲食問題 要配合什麼 會變最可怕 遺忘 為什麼 他會忘記自己吃過飯了 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你知道嗎 就是我吃過飯之後 我可能十分鐘前吃過飯 我吃得飽飽的 好好的 突然我忘記我吃過飯了 我又再吃了一次 那這樣還好 如果我又忘了一次 然後等我發現 為什麼 我一看到吃了就想吐 可是我又很餓 這時候就是你的飲食中处已經失調了 那再加上你的記憶 短期記憶失調的這種狀況下 會造成你的很大的飲食問題 那 這種狀況在 我們家也是居然不鮮 那生活障礙跟精神隱藏 這些就不用提了 大家都知道 就是剛剛提的那些狀況 那在照護上 會需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心理 那 所以也會有 蠻大部分的家庭會選擇在 就是 施政的中期或是晚期的時候 將施政患者送往照護機構 因為 可能 不是每個家庭都像我們家有那麼多人 可以隨時來照顧 家裡的施政患者 但是 中晚期的施政患者 又需要20小時的照護 不然隨時可能會有 發生一些危險 那 這裡有時候也是一個不得已的方法 不得已的選擇 再來 那 施政照護 也發生了就是 一些問題就是 台灣的普遍的照護機構 就是台灣一直有在鬧護士荒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知道這個消息 台灣一直有在鬧護士荒 那 甚至我們有時候會需要請外籍看護來補足 我們 照護人員的補足 那 那 這也都是 嗯 目前 台灣在面臨是施政患者越來越多 高年齡的人口組成 的時候的一個困境 OK 那剛剛前面提了那麼多 就是一些施政的基本症狀跟線上 那 這裡可以提到一個就是 我們如何去 得知一個人的 他是否 罹患有施之症 那 除了最簡單的就是 我一看就知道了 那個已經到中期或晚期了 那不用說 這裡我們有一個評估基準 叫MNS1 就是 欸 中文叫 簡短的智能測驗 那他提供了一個基準 就是他裡面包括了大概三大方向 就是算數記憶跟方向感 那 他總共加起來會有30分 那在20 他會 根據你的年齡還有你的教育程度 會有一些差異 但是一般來說 在 23分以下 23分以下 23分以下就有 罹患失症的風險 在20分以下 大概就是初期的失症 那這邊有一些 嗯 他裡面的項目 像是時間廣度 地方管度 那 我直接給大家看題目會比較清楚 你會發現這些題目都非常非常的簡單 但是 對一些 嗯 實際上患者 或者是我的 老公能有 就是 部分的認知能力有受數的人 這樣 這些可能對他來講 就是一個 答不出來 或者是 我覺得我答對了 理所當然 但是他是錯的一個問題 錯的答案的一個問題 今年是哪一年 現在什麼季節 我在什麼縣市 我覺得後面的問題越來越匪夷所思 就是 我現在在幾樓 然後拿出去跟手表 跟他說這個是什麼 就是 到中晚期的 實際患者 甚至有時候甚至連這些問題都答不出來 那甚至更嚴重的有一些是 已經沒有反應了 他已經連你說這句話是在說什麼都不知道的 我稍微補充一下剛剛 就是 MMSE的部分 然後 然後 武術代官學武是剛剛前面 就是另外一位 就是今天附的這個主題 那其實 私事證 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他其實招呼是一件很 就是 很大的一個工程 那 其實健保對於私事證的 藥物跟招呼是有給付的 可是問題是 他是對於 就是要這個 MMSE的 他是其中一個 平估的工具 然後他必須要在 一定的指標 就是他分數要超過一定的指標 他才能夠給付 那 這就會 對於就是一些 可能是在初期或中期 但是對於 痾 家庭中其他的成員 已經有一些影響 可能 就是可能 可以要靠藥物控制 但是現在 還沒有到那個 分數的標準 導致說他必須要用自費的方式 所以說其實 這個東西的話 就像剛剛 上面這些題目 就是有的時候 可能 痾 獎者他們做了 做一做之後 有的時候對 有的時候錯 就剛好那天去給健保局評估的時候 做對了 那你要怎麼辦 健保局就是跟你講說 就是 他的分數沒有到 那就是不行 那這樣的話 痾 包含就是 要費又是對家庭的一個負擔 那其實我們現在 常照機構的話 對於私事證 或是一些 沒有自理能力的獎者 一個月收費是六萬塊 你們就想一下 各位如果 未來就是 可能就是 有失智的可能的話 你現在要存多少錢 你才可以在退休之後 有辦法一個月付出六萬塊 再有專人交付的常照機構 待到 你可能到現在 痾 國民情局隱密是 大概八十幾歲 可以算一下 還蠻可怕的 OK 那 痾 我剛剛講哪裡 好 好 那 這些也都是一些 很大的成分問題 那 也就 也就講就是 其實剛剛 剛剛有提過 初期的失證患者 非常容易被 就是忽略這些症狀 那另外也就是剛剛提到的 如果 有時候縱使是我 我已經注意到了 我們家的長輩 有失證的處理狀況 但是我們也沒有那個能力去支付這些醫療費用 而且大家要意識到一點是 失證 認知失調 所有的認知失調的症狀中 只有10% 大概10% 甚至更少 他的這個症狀是可逆的 也就是想 90%以上的失證 跟認知失調 他是 沒辦法痊癒的 但有可能痊癒的像什麼 腦瘤 腫瘤 腫瘤或是血壞 那這些拔除之後 可能 你的受壓迫的組織 得到解放之後 你的那些能力可能會慢慢的回來 但是 絕大多數的失證 他是不可逆的 你沒辦法阻止他 你沒辦法阻止他 繼續退化 你也沒辦法讓他回復到以前的狀況 所以我們能做的只有兩件事 一個是 預防生育治療 我在我的青壯年的時候 或是我的老年初期的時候 我透過一些訓練 或是透過一些 也就是長久的學習 來延緩 或是推遲我失證的發生 那這次其中 我們有提到的是認知訓練遊戲 那這包括很多 那針對每一個不同的認知能力 會有他不一樣的認知遊戲 那其實很簡單的 我們常講的像是 也不一定要是很專業的遊戲 像編織 或者是 閱讀 單純的這些平常我們很常做的事 他都可以去提升我們的認知能力 那但是 像其他甚至比較專業的 會有 認知訓練 訓練 訓練的遊戲 那 像我們自己 現在的 專題在開發的這些 訓練 訓練 訓練的遊戲 能夠 比較 提 在你 進到老年之前 去 提升你的認知能力 延緩你的認知能力老化 那另外還有提到一點是 認知訓練跟運動的關係 那其實 有過這樣的醫學的研究 就是 認知訓練 當然很明顯的 認知訓練對你的認知是有幫助的 不然我不會去做它 那 運動呢 跟運動搭配認知訓練呢 或是我只做認知訓練 而不運動 或是我兩個都不做 這樣會有什麼狀況 那其實最後統計出來的數據 很意外的是 有做認知訓練跟 有同時做認知訓練跟 運動的長輩 跟 只做認知訓練 而沒有運動的長輩 他們的認知能力其實差異並不大 這是 比較意外的一個狀況 但是 也不是就不要運動啊 當然運動你身體好一點比較好 最好可以像我奶奶一樣 半年兩三年跑路做運動 太棒了 這樣最好 那 再來我們就提到我們自己專題的部分 像 我們專題也是跟剛剛提到的就是 健康幫 我們是健康幫集中的一個子戰 叫火腦閣 那我們火腦閣的目的就是 透過一些認知訓練遊戲 來刺激大腦 那來延緩跟降低疑患施症的風險 那這邊 我們就直接開火腦閣 出來給大家看比較快一點 OK 這就是我們火腦閣的網站 那 上面會 不定時的提供一些新的味道資訓 就是關於認知的部分 那在其中呢 我們用 欸 好 我要發出怪怪的 我們有一些 關於不同項目的訓練遊戲 就是小型的訓練遊戲 那 大家可以看到有反應 專注 還有 記憶 那主要是這三個大項 那 隨便開幾個出來看一下好了 OK 記憶方正 那它是不是很簡單的 記憶遊戲 就是你在前幾秒 你看到的是 什麼樣的圖形 那我就把它重現出來 那 藉由讓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遊戲 去 訓練我的記憶 那 大家看起來這些 對我們年輕人來講 可能都是一些很簡單的小遊戲 但是 對我們來說 是